大火將熱水煮滾後 放進蕎麥麵約3到5分鐘 直到麵軟時就可以撈起進行過水 冷卻熱度讓麵條變Q 不過下一招竟然要把麵條放進冰塊裡 從熱到冰讓麵條洗三溫暖 就是為了讓麵變得有嚼勁 撈起到碗中後 一一放入配料 從小黃瓜 蘋果絲 黃椒 紅椒等 都是新鮮蔬菜 再放上牛肉片 撒撒芝麻 又再加入冰塊 這一道平壤冷麵 被列在南北韓歷史峰會的晚宴菜單中 更是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最愛的食物之一 人在台灣也吃得到 我是韓國華僑第三代 我外公跟我媽媽 他們之前就是在韓國紀州島那邊 然後有開餐廳跟中華料理 南韓來講的話 它的平壤冷麵吃起來味道非常的清淡 台灣來講出現的平壤冷麵 或是南韓的冷麵 口味都會稍微略帶一點重 酸酸的醬汁再配上大量蔬菜 還有燈芽樂蕎麥麵 這道平壤冷麵 因為南北韓歷史峰會以稀爆紅 而清爽的口感 也讓吃過的民眾讚不絕口 吃起來就是滿清脆的 然後滿好入口的 像我剛才就吃一大碗 然後非常好吃 台灣的涼麵 就是大部分都是吃乾的 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這個就是有加湯汁 而且它湯汁就是一個酸酸甜甜 就是更開胃 有別於台灣民眾認知的涼麵 有了湯汁的平壤冷麵 獨特的口感 隨著文京會打響名號 也成為民眾炙熱夏季時 新的美食選擇 三地球員林鄉 這里茂山台北常常報導